一次推出了兩個海鮮堡 我的印象中 肯德基好像沒有出過海鮮堡 我覺得肯德基這次的漢堡都做得非常的美麗 超好吃欸我的天啊 這個蝦排的部分呢 炸得很酥脆 但是又不會乾 基本上快要打贏模式漢堡了欸 並列第一 它感覺就是海洋堡的加強版 因為它很厚 它咬下去你會覺得 喔好滿足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好久沒有拍這個系列了 超有沒有一個月了吧 但是在今天呢 肯德基跟必勝可都同時推出了很特別的新品 所以呢就想說都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那我們第一個呢要開箱的就是 肯德基在今天所推出的 時間限定商品 夏威夷海洋Q蝦堡 以及海陸卡拉翠基Q蝦堡 一次推出了兩個海鮮堡 我的印象中肯德基好像沒有出過海鮮堡 大部分還是以卡拉翠基去做一些變化 偶爾好像有可能出過一兩款的牛肉堡 但就是沒有聽過海鮮堡 所以這次呢算是還蠻特別的新品 我自己非常的期待 因為我超級愛吃蝦 上次呢有開箱過一個 摩斯漢堡的海老什麼什麼堡的 融獲我的第一名 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蝦堡 那這一次呢就看看肯德基 到底能不能打敗摩斯漢堡 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兩樣新品 光是這樣看呢 其實看不太出來哪一個是哪一個 但是比較厚的這個應該是海陸 因為他畢竟要多一塊卡拉翠基嘛 所以這個呢應該就是夏威夷海洋Q小寶 我們先吃吃看這個 打開來看看這個邏輯有沒有符合 哈!猜對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看起來還蠻工整的 美觀上呢是還不錯的哦 不過大小上來說的話 一般吧 比我的拳頭大一些不到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部分哦 打開之後上面有一塊番茄 然後再來就是蝦堡 最後呢還有一塊超大塊的鳳梨 果然很夏威夷 我預設吃下去應該是還蠻好吃的 因為就我們目前看的話 這個蝦排的部分呢 炸的很酥脆 然後又感覺蠻厚實的 吃吃看 超好吃我的天啊 這個蝦排呢 真的是炸的超級酥脆 但是又不會乾 它裡面呢有好多好多的蝦子 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就有這樣子滿滿的白蝦 所以吃下去那個口感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先吃到脆脆的那個酥皮感 然後再來呢你就可以吃到蝦子 原本應該有那個口感 然後蝦的香味非常明顯 吃著吃著呢 最後會再由這個鳳梨做結尾 所以它會把你本來炸稍微有一點點油膩的感覺呢 完全去掉了 基本上快要打贏磨吃漢堡了耶 並列第一 然後它的醬料呢 也還算滿特別的 一開始吃的時候呢 覺得它應該就是黃芥末醬 但是吃著吃著到最後尾韻 會感覺到有一股淡淡的蒜香 味道上是非常豐富 從一開始咬下去 到蝦排 到鳳梨 到醬汁 甚至它的麵包 我覺得做得非常的好 有蓬鬆的感覺 整體來說呢 這個蝦寶 完全讓我來到了海洋世界 太棒了 太棒了 那吃完海洋寶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要來吃海陸寶 這看起來超大一個的耶 大了我的手應該有兩倍大喔 CP值感覺是滿高的 很漂亮耶 我覺得肯德基這次的漢堡 都做得非常的美麗 很有食慾 打開之後呢 一樣會是一塊番茄 然後再來呢 是一個卡拉萃雞 卡拉萃雞下面呢 就是蝦寶 然後最後 一樣有一個超大塊的鳳梨 那感覺就是海洋寶的加強版 多了一塊卡拉萃雞 其他的應該是沒有什麼變 那我們來看看吃下去之後 炸雞的味道會不會搶掉 這個蝦牌本身的味道 必須要說 我覺得 Q蝦寶比較好吃 因為加上這個卡拉萃雞之後呢 確實都只會吃到卡拉萃雞的味道 那蝦牌的部分 這個這麼好吃的東西呢 味道就有點被蓋過去了 我基本上沒有吃到蝦牌的味道 那再來是呢 我覺得這個卡拉萃雞啊 它可能因為做得比較薄的關係 我認為也有一點點乾彩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漢堡排的部分呢 它的肉是沒有汁的 那我們再吃兩口看看 看吃到醬跟鳳梨多一點的時候 會不會有改善 雖然它沒有Q蝦寶 讓我覺得那麼驚艷 但是吃下去呢 口感還是滿爽的 因為它很厚 它咬下去你會覺得 噢好滿足 不過味道上呢 確實還是差了Q蝦寶一點點 那卡拉萃雞呢 還會帶有一點點辣 真的是太重口味了 甚至留我們剛剛說 很特別的這個 黃芥末 蒜香醬呢 基本上在這個漢堡裡面 也吃不太出來了 咬到現在呢 都還是覺得是卡拉萃雞的味道 感覺這個呢 是比較適合 第一個食量大 再來呢 就是你覺得漢堡 就一定要有雞肉 的話 那你就可以點這個來吃 那如果你食量一般 然後想要吃一些比較特別口味 比較新奇的話呢 我還是比較推薦Q蝦寶的 好啦那這是 肯德基的新品開箱呢 就差不多這裡告一段落了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評價還是 非常好的 沒有想到 肯德基 既這個蛋排啊 還有炸雞之後呢 漢堡的部分 也做出了一些新的突破 而且我覺得是 很棒的突破 不知道它未來呢 會不會被加進這個 常駐的商品裡面 它蝦排的部分 真的讓我非常的驚訝 它讓整個口感呢 層次上變得更好 那海鹿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就是 Q蝦寶的 加料版 專門給這些 食量比較大的人 可以去嘗試看看 那說一下他們的價格 Q蝦寶呢 單點是135元 然後海鹿寶呢 是160元 所以其實算是蠻奢華的啦 即使它加入常駐的商品 我覺得 可能都很難想到 要吃的時候去吃一下 不過呢 嘗鮮是一定要的 很推薦大家這次 真的要去嘗鮮看看 它不是業配 但是我覺得很好吃 如果你是愛吃蝦 愛吃海鮮的人 絕對要試試看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過兩天呢 就會上必勝客的新品了 我們下期見吧 掰掰 再次吃兩碗吧 請問一下 我們下期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